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赶紧给小郑发了一条微信 我说纪委的长礼谈话 在大兴 小郑骑车去大兴了 卢老师是我们凤凰卫视驻俄罗斯的常驻记者 您在俄罗斯工作应该十几二十年了 二十五年 卢老师在红厂跺跺脚 克林普工都得晃一晃 没有 因为什么 因为卢老师一跺脚 卢老师扛着摄像机 画面的抖抖 但是卢老师跟俄罗斯的各方面的关系非常深厚 我那天看您朋友圈 一个俄罗斯的大宅子 后来好像是梅德韦姐夫他们家的 是这样的 卢老师 你有没有接触过普京和梅德韦姐夫 他们在您看来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个人觉得梅德韦姐夫普京都是非常普通的俄罗斯人 首先作为普京来讲 大家可能对他都是从中国的一些翻译的文章来了解普京 实际上普京这个人是非常有个性的 而且性格非常鲜明 黑和白非常鲜明 普京有一个恩师 他叫Chapchak 那么普京实际上当年普京入主政治的路程的话 完全是他的导师来指引的 他导师原来是圣皮特宝 从政的导师 对 从政导师 圣皮特宝国立大学法律系的一个教授 然后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 他投身于政治运动 包括苏联解体前 他当时的地位和叶利钦是不差上下的 那么当时我读过他的原著 他写的回忆录Chapchak 他自己说 当时他作为一个议员 参加了圣皮特宝的动马选举 然后要进入到行政机构 然后他就想起了一个人就是普京 对 当时他就把普京叫来了 他说 普京 他说你能不能做我的助手 到参加政界 普京说 他说老师 我要告诉你 我曾经是科克勃 你说他老师不知道 他老婆说不知道他是科克勃 所以Chapchak就说 没关系 但是现在我已经退出了科克勃了 但是最后还没有被批准 因为科克勃的宋皮特宝还在报的莫斯科总部 他的导师说没关系 我给科克勃主席把电话 他老师不是也是科克勃 他老师不是科克勃 然后后来普京做了他市长的助手 他也当当市长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导师和叶利钦在政治上第一次总统选举的时候是相左右的 他总是有很多的俄罗斯的媒体说他可能是叶利钦选举的重要的对手之一 同时这个时候 关乎叶利钦的选举班 就想方设计要把他的导师的这种 包括他的私生活 包括他的个性 什么烂七八糟 就贬低他 降低他的投票的支持率 这时候他非常低谷的时候 然后最后他不得已出走 因为他在圣皮特宝当市长过程中也有很多的失误 你要是在河边走哪能不实现 最后就要出走 出走之前突然心脏病复发 做了预约 这个时候 普京是圣皮特宝市的副市长 然后普京就想尽一切办法 因为他跟军方关系也非常不好 圣皮特宝那边有个俄罗斯军事科学医学院 是俄罗斯顶尖的 军医科 对 军医科 顶级的医疗机构 普京就进行对他随调 用他资源来帮他 然后这个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叫邱拜斯 现在还在俄罗斯政坛在混 这个人原来是叶利钦的办公厅主任 他就向叶利钦来推荐普京 他说 总统监察局一个局长 这位置就把普京推荐给叶利钦 叶利钦也不知道 普京 后来普京就到了莫斯科上班 上班了三个月之后 俄罗斯总检察长 当时的总检察长 这个人拍叶利钦马屁 搜罗了很多的证据 把他的导师要投入到监狱 就要起诉他 这是普京的恩师 对 索布恰克 然后这个时候 因为他身体非常不好 大家媒体就说他是在装病 他是为了逃避司法 对他的减数 这个时候 普京就说他的导师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肯定死在俄罗斯 不死在俄罗斯 也被他们投入到监狱 普京就打电话 通过关系 要把他老师给送出去 送出去的后果是什么后果 这是触犯俄罗斯叶利钦的利益 那么他的官肯定当不了 这有可能他的政治前程 因为这事就彻底前程断掉了 普京一直坚定的信念 要把他老师送走 最后他给他一个朋友打电话 是波兰航空公司的 他说 你能不能给我一架专机 我要送一个病人走 他说没问题 专机有什么我送给你 后来一打听 是叶利钦的对手 我如果把你送走 波兰航空公司 我到俄罗斯市场就没有了 别干了 他就很委婉地跟普京说 这样 他说 我找一个朋友 他的私针飞机租给你 你象征性的付点钱 你肯定租就租不起 普京先问他多少钱 他说一架专机是36,000美元 普京说这钱我付不起 他说没关系 你就象征性付个300美元 300美元普京说付不起 那就付150美元 普京说OK 150美元 这架飞机就到了圣皮特网 那一天是俄罗斯的老战士日 这一天俄罗斯非常隆重的 大家都是为了纪念日子 纪念喝酒 大家跟部队聚参会参似的 普京就把他恩斯送到飞机 就送走了 送走了以后 救他一命 然后也不吱声 等第二天一发现 他的导师也不是个等贤之人 到了飞机送到了德国 他召开记者会了在那边 把叶利钦骂了 去狗头喷血的叶利钦 叶利钦飞到老虎 拍桌子了 叫了 把普京 大家说普京把他送出去 普京夸着来了 叶利钦说 你为什么要送他 他说他是我导师 是我的启蒙老师 有情有义 对 是我的启蒙老师 叶利钦说 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他说我随便你处置 人家说好 你走吧 这个时候有很多人说要把普京投入到监狱 这么一个人在拆墙角的人 叶利钦这个时候你没看他老喝酒 他心里有数 他说这个时候就过去了 他觉得这个人是我要选总统的人 这是1990年的8月份 所以说从这个来看 一方面叶利钦其实是有一定心胸的 能容得下普京 另外普京也是条汉子 敢做敢当 稍微的抠点 这个形象跟你研究你想象的普京大概贴合了 是 因为俄罗斯有它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 我没从外面看 往往受到我们所受到的一些刻板的宣传形象 但事实上俄罗斯从沙俄时代到苏联时代 包括到现在后苏联时代 事实上俄罗斯的政治家 他有他自己不变的一个传统 包括俄罗斯的政治 包括它的文化和它的军事 其实它的主线没有断 咱们表面看好像说从沙俄时期到苏联时期到现在 它光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变了好几次 社会形态变得还挺大 但是咱们仔细看 他们从它的一些核心的建筑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包括二战时候 斯大林的办公室里 他不挂马克思那些人 挂的都是沙俄时代的那些 彼得大帝 包括叶卡杰林大 你看他那几次重大军事行动 代号全是沙俄时期 尤其打拿破仑的那几个将领的名字 这是很有象征性的 包括到普京也是 普京这个人其实挺有意思的 包括他对俄罗斯的历史 他是很深的感情 而且他向往的也就是这些人 他要继承发扬的 他是个民族 这个标签一贴就容易出现 咱就不说他是对什么 我们就讲他的事情 对吧 就包括你像最近几年 包括俄罗斯出了好几部关于斯大林的传记 普京他都点评了 是不是评价越来越正面 对 挖掘斯大林正面的一面 而且普京包括他在国会的发言 杜马的发言 还有他私下里几次讲话 我觉得他有一句说的特别好 他说如果一个俄罗斯永远是 撕裂状态的话 俄罗斯是没有什么崛起成为大国的希望的 他说彼得大帝 斯大林 他说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他说普希金 土耳斯泰 苏尔尼琴 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你会不会让这群俄罗斯去否定 俄罗斯人 这个是普京非常厉害的一点 而且他在他做事情 他不光是对他这些以前的导师 他做到有情有义 他对他自己的历史人物和死人活人 他努力的去联合被碎片化之后的俄罗斯 他这个工作是很多地方 我觉得对我们也是有一定启发性的 对 顶杰刚才那个说的挺好 因为我之前跟俄罗斯的一个女孩聊天 她对斯大林对普京那种评价都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我觉得俄罗斯人民可能对斯大林有一部分会怀有敌意 因为斯大林可能整过一些人 但是俄罗斯这女孩说如果没有斯大林的话 俄罗斯不会战胜纳粹发展到后来 现在这个样子 卢老师 您上次去过梅德韦姐夫他们家 他们家有没有挂俄罗斯历史的先贤的人物肖像 我觉得梅德韦姐夫他家里我看到很多油画都是二战时期的油画 特别是战争时期的 他特别喜欢画和摄影作品 所有的公共场所走廊里都是摆着一些俄罗斯非常著名的画家 一些展览 比如说可能定期换一下 但是里面的主题有很特别是你比如说进入他的会客厅的走廊上 那些油画都是二战时期的这些老油画 所以梅德韦姐夫也有他这种被外界传说思想比较开放 比如说他的新的思维 国家对国家政策 特别是对苏联这段时间的比如说独裁政策 包括军事方面的对经济的影响等等 他有自己的看法 比如说当年梅德韦姐夫当总统 那么中方就是非常的有点想法 那么我当时我记得还是从内部的消息 就是说中方总想让当时的大使刘虎昌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探探口风 那时候的总理是吧 那个时候普京当时是总统 梅德韦姐夫当时是总理 后来普京准备下了 让梅德韦姐夫当总统 我们大家都觉得他也西方化 所以刘大使当时 当时现在也不是秘密了 现在这种大家都有传说 所以没得及刘虎昌还专门到了普京 普京还专门接见了他 普京说他在台上 比如说是教练车 他在把方向排 我是踩刹车的 所以凭这一点 普京也担心他有点西化的这种思想 特别是对西方 特别是你像前几天我们采访关于今年的9月18号的国家动马选举 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九加诺夫就说了 他上个世纪90年代第二次总统选举的时候 他差点上当总统 因为当时俄罗斯共产党12%的票数要领先于叶利钦祖国党 对吧 但是大家就问他你差点当做 你为什么没有再继续努力进克里姆林宫 他说我们当时就担心这个问题 我今天选了总统 然后他不让我进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怎么办 他有这个担心 当然人说不会让你进克里姆林宫 因为当时有很多军人叫做列别德 这些强劲的比较军方的人物 包括国防部长格拉维贤科 都是跟共产党放风了 他就说你不能当总统 你要当总统 可能我们军人就要造反 就是强力部门 对 然后叶利钦采取了很多的手段 包括发行上帝报免费发送 说共产党一旦上台 那就要再现斯大林那种独裁的时代 大清洗的时代 然后共产党12%的票数领先 那也没有当上总统 对吧 行 咱们还要聊回到军事 聊回到军事 因为卢老师 我知道您是76年参军 是个老军人出身 所以您在俄罗斯对中俄的军事报道特别多 而且这两年咱们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很多 比如说像军事比赛 然后像中俄武警特警的这些交流 那么在您看来 比如说一年一度的中国军事比赛 那么中俄双方的军人 他们给您的印象是怎么样 因为是这样 因为解放军 我总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很像俄罗斯军队的军人 那么他们哪些方面看着很像 哪些方面又是截然不同 您的体会 中国军队建设一直沿袭着苏联的这种军事框架的家族式的这种状态发展 包括建军的刚刚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三三治 包括部队的一些陆军部队的一些战役方向的一些双手掌制 对一些动作 包括它的一些军事战略等等 都是你比如说从福隆之从哪个地方学来了 你过去的南京军事学院苏联军事人家也是在这 那么到了后期 苏联68年以后 中苏双方交恶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自己的一些发展 但是这些发展也是非常微妙的 比如说前几天我还读了一篇文章 到底苏联当时有没有向中国逼债 很多的历史的资料表明是没有逼债 包括我们参加朝鲜战争 换了69个私的武器装备 包括后期的苏联给我们的空军的一些装备 原封不动给我们的 包括我们的红旗地空导弹系统 先前的基础的原弹都是苏联运过来的 对吧 包括原子弹也不说不给你 历史的资料有些解密了以后 人说可以研制对吧 双方一起研制 克鲁晓夫对中国的确实当时 因为他那种性格对中国确实比较帮助的 但是为什么 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也有可能他说 我是老大哥 你是小老地人 有些东西你还听我的 包括舰队的舰队的舰队的舰队监视等等 对吧 他可能伤到你的自尊心了 那么我们可能把这种双方之间的这种 怎么说呢 你好兄弟也要吵架 对吧 就放大话了 现在的资料解读 我觉得当时没有必在苏联 咱们把它夸大了 对 确实是当时我们中国人有志气 我们应该还给你 那是毛主席说的 砸锅卖铁也得还给你 那就是咱们的事了 对吧 所以从军事的双方部队的建设 因为军队的建设有装备是占很大的一块 另外一个就是单兵的训练数字 从装备上讲 我们不能和它比了 当然最近我们突飞猛进的发展 这种发展我觉得我们缺乏动力系统 我说的动力系统比如说飞机的发动机 坦克的发动机 你不要看我们96B这次跑赢了 那是经过改装的 我们轻了是吧 对 我们是改装的 用俄罗斯兵来分析 就是说拖拉机把齿轮装反了 能跑了比跟汽车那么快 你知道吧 拖拉机把齿轮装反了 给跑的 当然 大齿轮小齿轮给它装反了 你想想 那是拖拉机跑了比汽车的快 俄罗斯这么评价我 就是说咱们有些发动机系统还是不过关 我这次参加了国际军事比赛 我是第二次参加 对 每一场活动我都参加 这次是23项活动 我们中国参加了22项 但是我参加了23项 我说最后到了俄尔多斯那个碑 我都上山去了 我跟着部队西藏的山地旅上了山顶 翻了5个5000米 我告诉你 天哪 就是说我总体一句话 我参加了俄罗斯第一次车程战争 第二次车程战争 2008年8月8号 你是到战地去采访吗 我到战地去采访吗 那时候我跟着部队去采访 倒是得再聊一起 2008年8月8号我参加了俄阁战争 然后2015年我参加了叙利亚的反恐战争 我一共到了叙利亚去了前后7次 今年我都去了6次 这个我们凤凰网军事频道的网友都知道 因为当时您在叙利亚 我把话又回来了受伤了 所以俄罗斯的军人给我一个感觉 军人不是一代就能培养出来的 当然了 我们不是说把咱们部队给培养出来的 因为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出来的 训练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政治教育 一种是纯军事训练 那么我个人认为首先就是气质 军人的气质 什么叫军人气质? 比如说在车层格罗兹尼只有一个空降联的一个情况下 被一千多名恐怖分子包围的情况下 空降兵在战前的时候他很镇静的在那抽烟 叫什么772.0高地? 我写过那个东西 就是非常镇定的在抽烟 当第二次车程战争一架直升机把我们和突击牌扔在北高加索车程南部的山区的时候 只有六个人直升机飞走了 叫什么孤军奋战? 对 孤军奋战 六个人背了电台 我们跟他走 我说直升机飞走了 我们不就死了一条了 是吧 这个时候电台打坏了怎么办? 这么大的山你怎么怎么能找得到? 跟您同行的俄罗斯军人 他们是什么? 太镇定了 该吃的 该喝的 该拉死的 拉死 该尿的 该唱歌的唱歌 不是吓了吧 没有 真是 然后在树林里面还有半雷 还得排雷 还得前进 还得搞侦察 对吧 还得呼叫直升机过来 当然了 这是一个什么特种作战的小分队 对 特种作战一个侦察分队要叫炮的 炮兵侦察兵 炮兵侦察兵 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谁敢? 我再跟你说2008年8月8日 我不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不管 中国人民也敢 但是人家士兵训练有数 2018年8月8日 我们的采访车 俄阁战争是吧? 俄阁战争的时候 我们的采访车满栽的全都是记者 然后只有一个新闻官背了个冲锋枪 往前面走 走到了哥里30公里的地方 突然就过了一大汤200多人的穿着沙漠服装作战服的从格鲁吉亚从伊拉克战场回来的兵 一见到俄军 他可是骑傻傻站在那柜子交枪 200多个人 一片 我跟你说 俄军就这一个装甲车 这回我亲眼见到了 俄军就一辆装甲车 那边是200多个 近200人 反正一片 反正跪的都穿过这种服装的 白的沙漠服一跪枪取在那 然后格军的指挥官说 我们这是侦察车 大部队在后面 到后面就要交枪去 一说 兵就跑了 都懒得搅你们的血 到后面去 是啊 这个军官就是现在的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局局长 葛大森科扫将 当年它是个宗教 又是您的哥们 对 又是您的哥们 你看 我们再往前走 在离比利斯格鲁加的首都只有10公里 只有一个排的7464的散兵守在那 什么概念 人家心里有数 对吧 人心里有数 终于远航金我们的训练确实目前广目相看 我离开部队很久了 但是咱们有一点 就是说咱们的战士都没有经过实战的考验 所以这应该是一块断板 你实战的考验这是对部队的锻炼的是最大的机会 同时 就是见血跟不见血不一样 现在不是 现在咱们的训练 你看这次军委训练部部长郑和到了莫斯科走访了这么多地方 他也表示我们现在训练也是争刀争枪的干的 对吧 这是锻炼部队 不是说你设计好 比如说这次比赛 苏卢罗布突击 包括坦克两项 去年我们还有我在现场说还是去看地形的 怎么走 这沟有多深 我都有数 今年没数了 哥们 坦克就出去去吧 陌生地狱 陌生地狱的现场 这就是对部队的考验 你不要看网上大家的操作 什么修改脏法 这是对我们的考验部队 假如他能修改脏法 你都能过关 你的部队过不过阴 我的这种考验比实战还难 对 确实这次设置的都是俄军通过非常战场的经验积累下来的一些 包括车车道 包括深水区 包括沼泽地 坦克 你看在叙利亚 有很多的 你现在战争的话 打仗 你拿像过去一样 大兵团作战往里推 那就是乡村城镇化 就是要打的相战 相战 什么叫相战 什么叫隔离带 没有隔离带 一路强 这边是敌方 这边就是你 完了以后 你总有我 我总有你 以前那种野战 你还用 我还跟过去作战老传统一样 我先炮轰 然后飞机 然后怎么投散兵 然后部队再上去 没有了 教材那种 现在不适用了 所以所有的 包括你比如说中央军委训练部的政部长 包括一些副部长 包括俄罗斯一些很高级层的副总长 到俄罗斯跟我们讨论的时候 我们也跟他说是这么一个全新的一些东西 作战的命题 所以训练一定要贴近实战 然后训练的一定要跟军时代走 对 而且 你先说 对 这一点我想补充一点 刚才说的 俄罗斯不光是在刚才说的 对于历史文化这一点上它有个传承性 它的这种军事传统 它传承性也是很强 包括苏联红军一开始 它为什么设计政委制度 因为它的军官几乎都是沙俄那些军官 但后来其实咱们知道苏联几次取消政委制度 他就因为大家都是党员了 他说为什么还要有政委 这个其实只有在他独特的环境里才能理解 他就非常注重职业军官团 职业军官团这个传统非常重要 他最后尤其经过19世纪的几次军事革命的冲击 这个军事革命就是军事事务革命 我们一般讲军事革命 就是讲军事技术革命 那个视野是很狭隘的 其实我们看到还有军事事务革命 什么叫军事事务革命 不光是具体的技术战法 还包括你背后的军政军令制度文化这一套东西怎么保存下来 比如咱们刚才讲 他可能说实战比咱们次数多 但如果光靠这个的话 他可能一旦不打实战 他也会丢失掉他的这些战场的经验 对 但你看俄军从沙俄时代以来 他本来有个军事长的传统 他在基层 再一个就是上面他说的德国人印象 他说对参谋教育特别重要 苏联最好的军校是联合参谋培训机构 包括到今天俄罗斯还是 他对这两批人很重要 基层的每个联队的 包括他的战斗经验 怎么给他继承发言 包括战斗精神 他要靠军事长这些人 军事长事关是把部队管理好 那么参谋是保证你打赢 他不光是管理 他是什么 你比如具体的 你排长 班长 连长 这个是搞管理的 但是那些军事长可能一辈子他的级别是很低的 但是问题是这些人他的待遇很非常高 而且他受尊重 他的荣誉很高 你包括美国的军头出来 各军兵中的冰头出来 那不得了 他和美国作战部长差不多了 俄罗斯也有这个传统 他要靠这些人把他的战斗经验给他继承发扬下来 千万不能说你打过几场之后 全是那些搞宣传的人在写战士 那就完蛋了 最后你自己的胜仗败仗的胜败之音都忘了 你怎么再去吸取别人的 他们不了解 这就是基层的 他一定要有这一群人 包括二战 看德国人也是王牌飞行员 王牌坦克长 你把这些人提拔上去当个团长 他不一定能指挥好一个团 但是你让他永远一辈子当车长 他的荣誉怎么给他 要有这个制度 这是基层 再一个就是中高层 中高层就要靠参谋 参谋是干什么的 参谋就是专业的军令官 就思考怎么打赢战争 就怎么打 包括德国人 后来俄罗斯都受这个影响 俄罗斯最先建立了 他最先建参谋总部制度 俄罗斯马上就写 包括清华日军 他都是跟德国学 包括一开始咱们讲战略和战术 对吧 早期的二分 后来德国人参谋革命 他对接一个中间层 就是Operation 咱们叫战役 有时候也翻译成作战 后来苏军讲的战役学 我们其实说战役学和西方的作战不一样 说错了 你看俄语词 他直接从德语音译关系 其实人家是一脉的 但是在这个中间有自己的特点 苏军他是在这两点上做的特别好 他是立足战役法 然后他有这群专业的参谋军官 可能具体的战斗会变 比如说以前的那种坦克机群作战时期 到后来的智能化作战 到现在的这种新时期的反恐 所谓叫全平捕作战也好 还是混合战争也好 这种新形态下 他有这两批人在这个地方 我们表面上看俄罗斯有时候很贪污 把仓库的东西倒卖出来 我们这些年好像看到的关于俄军的报道 全是这些东西 但这个东西可能在一个国家 绝不及其是俄军都是这样的 他在政权交替的时候 他可能确实有这种状况 但是你也要看到俄军最厉害的就是他原来的这两批人 就是代表参谋的传统的这一批人和代表军事长传统的这一批人 这些人他一直没有断绝 而且这些人在最困难的时候 他们要把这个火种传下去 我们今天其实不了解俄军 虽然我们好像说是学俄军 因为俄军当年就没想着真教我们 所以最早的时候 包括咱们讲什么十大突击那些 其实也带有宣传色彩 就是苏联人给咱们讲的 但是苏联人自己从战争期间到战后 人家自己内部参谋群体之后 是很客观的对东线战场的检讨 有很多内部的东西 美军都是详尽方法要搞到这个材料 而且要重点学习 美军现在其实全球最好的苏联研究就是美国人 这也是美国人更可怕的地方 但是更可怕的地方 但是俄军也很可怕了 俄军就在于他有一个传统 一个军队 刚才罗老师说的 一个军人的气质和军队的战斗力 他一定不是说一代人形成的 不是说几年形成的 你说的这种精神传统 其实要靠人来传承下来 人和制度和教育和训练实战 他要扣合起来 你刚才说还提到一个俄军的参谋 我给您介绍一个我听说的俄军的参谋 我们有一个大哥 他以前是史洋军区的一个参谋 咱们中俄进行军事比赛的时候 比赛之前双方要进行协商 俄罗斯那边是一个上校 好像就是个参谋 咱们这边领队的是个少将 带了一批的军官 那么比如每商量的一个细节 那上校一拍板说定了 俄军就这样了 咱们这边说不行 要回去请示一下首长 其实晚上再请示 咱们这边的高级的首长也就定了 但只不过就是说 咱们派到现场去谈的这些军官 他不敢拍板 那么晚间定了之后 咱们的这些基层参谋还要给上校打电话 说麻烦你再加个班 其实人家是不加班的 那么在整个比赛完了之后 双方的酒会 俄方的上校就说 幸亏1941年侵略我们的是德军 说我们拿到他们的作战计划 德军就是这样来 说我们要拿到要是你们的话 你们经常赶来 你们经常赶来 卢老师下次再见到政部长什么 你得跟他们反映一下 就是咱们的效率还得提高 我看这时间差不多了 那这期就是这样 卢老师下期还得接着聊您的经历 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